巴尼姐姐呀姆哥 布布布尼姐姐 姆姆姐姐 姆姆姐姐 巴尼姐姐 四个月的宝宝发展感觉动作技能 眼睛会引导手去拿东西 听到声音会转动眼睛和身体 肢体能够更加随意地运动 喜欢尝试 想把所有东西放到嘴里 在情绪发展方面 能放声大笑 明显地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 在社交方面 会跟妈妈聊天 宝宝能意识到自己 是脱离他人而存在的 他知道 当他做出某个动作或行为时 母亲会过来安慰他 宝宝妈妈 像妈妈这样四月大的宝宝 他的触觉比较敏感 需要丰富他的体验和感受 提高他的触觉敏感性 妈妈可以跟我一起来做按压操 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根手指点点点 大腿小腿 对可以点点他的手臂 点到他的小手 两根手指夹夹夹 夹夹夹弄弄弄的全身 肚子两边 非常棒 舒服舒服呀 舒服的叫了 三根手指压压压 对 尽量压到底 按压操 可以提高他的触觉敏感度 增强抵抗能力 改善睡眠质量 平复 急躁的情绪 减少哭泣 而且也能使宝宝 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护 与关怀 最后提醒各位妈妈 这个游戏最好要在 喂奶一小时后进行 避免宝宝在游戏中 一奶 LONO MAMA 四个月的宝宝 已经对外界的事物产生兴趣 她也喜欢和别人一起玩 也能识别妈妈的面孔 和熟悉的人 看看我的手上 有一条漂亮的沙季 我们玩呀 我们可以躲在沙季的后面呢 一 二 三 一 二 二 三 一 一二三 妈妈可以跟着宝宝一起来玩藏妈妈的游戏 在家的时候呢爸爸可以抱着宝宝 然后你跟他玩 藏妈妈的游戏呢主要是培养宝宝的探索精神 这个时期的宝宝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在游戏过程当中会让他形成一定的逻辑思维方式 并且体会到发现的快乐 浓浓妈妈像浓浓现在这样 要多多锻炼他的运动技能 比如扶着坐 扶着站 扶着蹦和主动测班 浓浓妈妈现在我们来玩一个主动测班的游戏 来两宝宝躺在我们的地殿上 在家的时候呢可以爸爸一边拿着豆瘾玩具 就是吸引他的户官 来看这边 在班的时候呢要注意宝宝的手 动浓完具要一直吸引他的目关 来 诶 玩具可以吸引他的目关转过来 他的头会跟着玩具 诶 让他的转啊 嗯 好 在扶着宝宝的腋下呢 宝宝从腹卧到仰卧 他们的时候要推宝宝的手和腿 所以翻来翻去呢是宝宝最好的一个运动 对 要从四个月开始练起 那妈妈带着宝宝来试一下 四个月的宝宝经过训练能做到由仰卧到侧卧 在这过程中如果宝宝还做不到主动测翻 爸爸妈妈就要一起帮助他 注意测翻时要有意识改变宝宝往一个方向翻的习惯 当宝宝心情愉快时 尽量让他主动翻身 翻动时衣服不要穿得太多 同时室内温度要适宜 对于这个阶段的宝宝 能够主动地翻来翻去 是最好的全身运动 亲爱的宝贝 让我们陪你一起快乐成长 分享视频到朋友圈 截图给宝贝来了官方微信 一万份小鹿丁丁婴儿护理超值大力 等你来拿 关注 欢迎收看